新住民学员用上课学做的按摩精油 为长者按摩肩膀或是帮长者涂抹精油棒 热络的互动就像亲姐妹一样 课程中直萃达人张淑慧老师 特别安排新住民与长者学员 共同制作一条跟精油按摩棒 让新住民和长者可以帮自己或对方按摩 提振精神舒缓不适 也可以将制作好的成品带回家与家人分享 大家都觉得收获良多 按一下蛮舒服的 很轻松 按好很轻松 比较有精神 很享受 我是缅甸的新住民叫邱世瑜 我第一次来参加中山老人经油的活动 蛮有趣的 就是认识了这个姐姐 就是方根地 这个蛮有趣的 就是姐姐也很有趣 你加入我很多生活上的小秘方啊 然后她那边 因为姐姐是浙江人 所以她也有跟我分享了 她们家那边也有红色的薄荷 就是比香味更浓气 可是我刚刚上晚查了一下是查不到这个 所以对那个很有兴趣 对 不是长辈吧 是姐妹 是蛮好玩的啦 就是对她们也就是皮肤啊什么都包 姐姐很有保养 有一套 你看头发都比我黑 对 蛮好玩的啦 其实我第一次参加这种山友方面的接触 第一次是接触到这个方面的啦 这蛮有趣的 之前想说化妆品很复杂 不是自己可以制作的 可是上了老师的课之后发现说 只要加这个加一点那个加一点 是精油加精油就可以很好的有舒缓的效用啊 然后生活上面蛮有帮助的 然后也是自己用的嘛 所以就是那个不会添加太多防腐剂啊 我是从中国过来的 然后今天参加这个活动觉得非常好 就觉得可以学到手作的乐趣 然后可以用在自己的时间上跟家人 还可以帮助其他的人 觉得非常好耶 我觉得老人家看起来都非常健康 而且都很聪明 只要一教他就很快学会了 今天有做那个一条根精油按摩棒 然后非常适合老少姐以的一个 就是帮助舒缓酸痛的一个产品 自己自己吧 自己会加人身上吧 就是如果有这个肌肉酸痛的状况啊 或是蚊虫咬啊 还就会想说 原来这个东西就可以帮助我们去除这些困扰 我是来自香港的 我已经来台湾五年了 然后呢 这次参加这个活动呢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然后可以跟老人家一起 我们又学习 也跟他们一起学习 嗯 非常有趣 听他们讲讲他们的故事 故事之后会学到很多人生的道理 我们今天做了一支是那个精油 然后呢 可以输完这个关节的痛啊 肌肉的痛的 然后还有另外做了一些凝胶 可以用来按摩皮肤 也可以按摩头皮 因为老师教的那个配方都有给我们 然后材料呢 也很容易买得到 然后自己做呢 就是无毒的东西 对家人对自己的健康都很有帮助 这次的课程总共有20位来自不同国家的新住民学员参加 我们新住民朋友的一些技能之外 也希望他们能够多有这个社会参与跟族群融合的机会 所以我们特别在淑慧老师的协助下 跟我们中山老福中心 共同来办理这样的一个课程 一方面是在紧凑的七天的课程之后 我们的新住民学院可以到这边来 服务我们老人家 服务营法族 另外一方面 也希望他们透过这样的参与模式 知道服务老人的这个乐趣 我们今天很开心 看到很多老人家 因为这样的学习 他们都希望能够多开一些课程 让我们感觉到 新住民朋友融入期间 他不但有增加了社会参与感 他也觉得他为老人家建立分立 会有族群融合的机会 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都有不同的 因为香草要生活保养跟这个精油 是淑慧老师特别 把每一种香草跟精油的特性 做不同的分类 让学员知道 如果比如说你是不好睡 你可以用薰衣草 比如说你有骨头三痛 你可以加一条根 用这些不同的特色 让同学可以依据个人的需要 甚至他自己回到他家乡去的时候 可以用这样的精油 也许也可以创业 这我们的希望 中山区公所希望透过 共同参与手作课程 不仅为新住民提供学习技能 与融入社区的机会 同时也增进不同族群之间的 交流合作 体现社区内的多元学习 与共融精神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